台北市中正区孤岭街 曾经是旧书滩最密集的一条街 更有一部电影改编自这条街所发生的故事 孤岭街八十一巷的两旁 保存了整个街阔的日式宿舍 他们也有个特别的称号 在日日时代有一位总督 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的一位总督 就是尔玉元太郎 他就选择在城南 他就是在现在的南昌公园所在地 总督把自己的别墅就把它设置在这里 取了一个非常有诗意 然后又可以跟人民很亲近的名字 叫做南菜园 那沿着孤岭街这一带 这边的这些日式建筑 都是给高等的所谓的文官来居住 因为他曾经是总督住的地方 所以就是就把这一区块 都叫做南菜园日式宿舍区 诸宿会社台湾银行成立于1899年 为了因应管理人力住宿需求 职员宿舍地点就选在城南的南菜园附近 并兴建于日治时期1919至1920年间 日治时期的台湾 他要把员工安排一个好的一个住所 所以经过都市计划的变更 从1920年左右 大正时期开始新建 新建到现在应该有100余年的一个历史 战后 日式宿舍的命运 也牵动了整个周边的产业改变 日本时代因为日本人他们得要被遣返回去 尤其是像古领街 因为它就是在我们这些所谓的高等官舍周遭 所以大部分的家具 还有家里面重要的古董 还有这个书画 就只能把它放到外面来抛售 那当然就会放在古领街 就是放在外面 卖都是卖 因为那时候日本人都已经遣返了 也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变成 现在的台湾银行 这些不动产的这些的宿舍 那就转为一般行员来配注 它是像南菜园宿舍这边是属于眷属 有带有眷属的一个宿舍 那一般配注的人就是当时的一般的行员 而随着时代的推演 日式宿舍的存在也面临了都市发展的考验 这个做一般行员的宿舍使用 大概一直用到民国八十年左右 就配合行政院的一个宿舍的政策 事业单位的宿舍 它基本上就是要收回来的 终于在2012年 台湾银行委托建筑师团队 开始为日式宿舍的修复再利用进行调查 那像本案这个五栋 五栋九户的这种属于日治时期的 这个官室的木造宿舍 从2006年指定为历史建筑跟古迹 2016年的时候 登陆为历史建筑的部分 又升级指定为古迹 所以目前来讲五栋都是一个 试定古迹的成绩 研究调查还在进行中 日式宿舍却发生了不幸的意外 去年八月进行维护工程 没想到一场火 让百平方公尺的木造建筑复制一具 消防局鉴定起火原因为施工不慎 台北市文化局也考量 并非人为故意纵火 所有全人台湾银行也承诺会全区修复 这场意外让大众更加关注 日式宿舍的保存和修复 修复工程终于在2024年完成 过去烧毁的八十一项四号 也已经原貌修复 重回日式宿舍的行列 因为它是比较高阶的一个官室宿舍 比如说它这个是一个黑瓦的一个屋顶 那还有雨林板 还有它很多玄关 还有原侧 回廊 还有用的一个木料 其实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木料 那这些特色其实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都把它保留下来 让大家可以去见证这个日式官社 它以前那种生活的情境 这个案子我们创造了三个社区通道 古顶街跟南昌路 就透过这三条巷弄可以互相通畅 巷弄通道的围墙高度 修复团队也融入了开放社区的想法 原本大概就是那个高度 然后我们把它降下来 让大家一起来用这个空间的一些游客或是居民 走在这一条社区的通道上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文化公共性 它既然是用以文化资产保存的名义被保存 它就要回到它应该要服务这个社会 服务大众它的文化教育的功能 在我们把它修好之后 怎么样能够让它有更好的运用方式 它也必须要把这个古迹它的文化的价值 它也能够把它彰显出来 这边有所谓的城南地区 当我弄得有特色之后 它对这个地区一定是一个有很大正面的一个影响力 修复完成的日式宿舍 刻画着旧书滩南菜园和城南的故事 重新回到孤岭街迎接下一个百年 and move on ув移宇报 感谢观看